昨晚,王菲作为幻乐体验官的综艺《幻乐之城》播出,很多人创着《这是王菲的内地综艺》首秀去看到,大家都想看一看这位在人们印象中,不是人间烟火的仙子,到底会有什么表现? 没想到很多观众却被唱演者黄晓明的真情实感所打动,《幻乐之城》的艺术表达形式很新颖,它是将音乐、电影、现场结合起来,把一起呵成的音乐现场用电影的方式呈现出来,每一期有四位导演联合四位唱演人,共同打造出《幻乐之城》,每位唱演者只有一次机会,不仅要唱歌还要表演,没有登记, 而且唱演者所呈现出的表演全部是他们自己的创意,本戏的嘉宾是黄晓明,任素希、雷佳、易莹千玺,黄博作为王菲的好友前来助阵,同时也为了宣传她作为导演即将盛应的电影艺术好戏,黄晓明作为唱演者第一个上场,她的作品叫《独木桥》,以前的黄晓明年轻气盛,她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,拥有赵薇, 陈坤的一众明星同学,她刚毕业就步步影视剧都是主角,前途一片光明,自她31岁将演艺事业转入电影界开始,她凭借风声,这是古尔等影片获得了一系列奖项,后来她凭借电影《中国和火人》,获得了第二十二届中国金鸡百花奖最佳男主角, 那个时候的她光环震望,什么都输得起,但是随着年纪越大她开始越走越小心,感觉把自己避到了一个很小很小的桥上,人忘了,就会有人眼红,就会有质疑的声音。 黄晓明因为身高的原因被人嘲笑过,被人质疑过,她一度感到很自卑胆怯,读木桥这个作品是黄晓明对自己40岁的总结,也是她自己的故事。 黄晓明在《无稳东戏》中饰演成彭一角,这个角色非常接近她上大学时的状态,也接近她内心的人设。 在读木桥这个作品中,黄晓明就是要和内心的自己对话。 刚开场,在掌声的包围下,她面无表情一个人落寞的作者,知道她和尽忠的自己对话。 在倾盆大雨中,她将真实的自我释放了出来,表演完毕,全身湿透的黄晓明,连一幅眉魂就上了台。 这时候,主持人和酒Q黄博上台和黄晓明来一场老相见面会,青岛双黄立马就在台上标起了青岛话,同时也演绎起了独木桥中的某个片段。 这时,台下王妃的表情却亮了,黄博,黄晓明情商高众人皆知,但是能把一向冰冷形像是人的王妃,逗得笑成这个样子。 不得不为他们点赞,王妃乐的频频拍手,甚至还仰头大笑,这样的王妃你们见过吗? 在《欢乐之城》这个节目中,不仅让我们见识到了,这样一个新颖的节目呈现方式,还让我们了解到王妃的另一面,黄博的机灵搞怪,和黄晓明内心的声音。 不得不说,这接下来一场场的涛窃盛业更加值得一看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